雪州巴生市议会进来积极推动当地旅游业 在巴生老街会上了各式的壁画 希望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本台今天走访巴生老街的壁画师发现 民众对壁画持有正面的态度 不过他们也认为 壁画只是推动当地旅游业的第一步 市议会需要推广当地独有的文化气息 一起透过镜头了解当地人 是如何看待这些壁画的 为了复兴美化巴生老街 以及带动当地的旅游业 巴生市议会在巴生市南区 打造了这种各式各样的壁画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给伯鸡婆壁画 带出了当地的福建特色 但是我国的其他地方 都有这种类似的壁画 那究竟巴生市议会的这种创意 能不能带动巴生的旅游业呢 有 因为很多人 外地人还不知道我们把这个壁画 形状那个乌鸭的 第一次的形状是在那里 有啊 因为如果是说 你看基伦波来讲 对基伦波你看他们那边有美化 像那个崔雄街 还有那个阿罗街那边 如果是说你有做这些文化壁画 这样呢 你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来打卡一 然后可以带动我们这边的文化活动 受访者普遍认为 巴生市议会用壁画带动当地旅游业 是一项不错的方案 不过他们指出壁画只是带动人流的第一步 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不会去到太深入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把人流带了进来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到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也没有了解到当地的真正一些内容呢 不够 如果说要特地去带动游客来这里 我觉得不是壁画而已 壁画只是一个 只是说一个 只是一个配角而已 也许周末会有一些人潮 周末人潮来 就是我觉得尽量对我来讲 这个老行业嘛 就是要怎样跟提升这边巴生 这个提升人潮是有帮助 可是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毕竟有时需要各方面的关注 不只是NPK 设访者还表示 相比起我国其他地区的壁画 巴生的壁画还略显不足 很难形成吸引大批人流的引力 我觉得他们的壁画 是不是三粒啊 什么粒这样子啦 这里的壁画就比较普普通通啦 它不像槟城啊 马里屋子啊 这样的那种壁画 哇 画到很美 会吸引旅客去特地要过来去拍流年这种东西 而我觉得这里的壁画就会切少 比较切少这些 从事导览工作的两名受访者坦言 带动人流固然重要 不过发掘地方价值和民间合作 才是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关键 以其想着要带人流进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怎样把价值 当地的价值给提升 那打个比方说 如果是纯粹把一大堆壁画带进的话 可以 你只是负责把前端的工作给带好 就是把人流带进来 但是后端呢 比如说怎样把当地的一些商家 跟这一些所谓所带进的人流 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些华人在做这些导览 我希望有族同胞 像印裔同胞 马来同胞 也可以从那方面提升他们的导览工作 让三大种族 也许就像我们口碑说的 人穿人 这是很重要 巴胜老街的壁画 对当地人而言 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特色 不过收访者认为 要如何在众多壁画中脱颖而出 才是至关重要 而这些壁画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用图画表达发生的故事 NTV7 陈伟伦 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